与新医区里长一一握手感谢 在出席新医区里长座谈前 蒋湾接受媒体联访正式宣布 7月5号到7月8号将率领市府团队出访新加坡 考察重点包括交通建设、都市发展、环保永续及智慧城市 希望透过城市间的交流互相学习 也让彼此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其实很谢谢我们新加坡驻台办事处特别邀请 在议会休会的时候特别安排7月5号到8号到新加坡出访 那这一次我们主要四个面向就是参访的项目 包括了交通建设、都市发展、环境永续以及智慧城市 所以我们这四个面向相关的局处 包括都发局、交通局、环保局及资讯局的首长 也会是访船的成员 那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次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参访 能够彼此相互的学习 然后促进彼此之间的距离更为紧密 另外对于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股东会人事改选留会 贾王安表示目前就是依照程序选出董事 也希望下一波董事会就能完成相关人事安排 贾王安也强调最重要的还是要确保消费者及农民权益 并维持市场供需稳定 最重要我们希望一切就依照程序来进行 那人事的部分我们都希望上任之后积极努力的来稳定供需 以及确保消费者农民的权益 以及未来我相信整个经营的绩效会越来越好 据了解北农这次投票选23名董事 在选出7席常务董事 由常务董事互选决定董事长 确定董事长人选后将由董事长推派总经理 且人选须今董事会同意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